付出代价,但可以利用在監獄中的時間 有機會接觸福音,這是一個很好的機會去改造自己 我監獄傳福音時,我最喜歡去YP 跟他們討論,他們進來之前的生活,鼓勵他們 每個人都會犯錯,我們在外面每天都在犯罪 起碼你在外面犯罪的機會等於零 那麼多人看著你,我們在外面的人都在犯罪 你要換那種方式去教育小朋友,而不是現在 我們的政府或現在一些教會會有影響力的人 完全用一種由上而下的方式,基於我們的經驗 就一定不會,在我們現實生活中 特別在社會上有很多議題,作為基督徒 我們真的要用一個比較冷靜的頭腦去分析 當然我們自己做不到的,到最後我們都要教育 給我們的神,它一定可以幫我們解決我們的疑惑 到最後歸結,你就是要靠神,在人不可能的,在神的 都是可以解決的,有這種信念,我覺得即使我們 面臨很多所謂政治,很多疑惑到最後都可以找到答案 我自己過去幾十年為民主人權那種奮鬥,為何可以堅持到今時今日呢 我覺得就是因為有個信仰,寶羅在他臨死前明知自己就花鬧襯了 因為一定會被人拉去打靶,去交代後事,寫封信給Temmophie,聖提摩泰,大家在聖經裡看到 這個提摩泰,宣令中奮鬥緊要,當跑的路已經跑過了,那美好的將我已經打過了 該跑的路已經跑過了,該守的路也守住了,其實最重要的是什麼呢? 反正已經打過了,全揚基督的福音,然後受到羅馬的鎮壓,但都是一場美好的將,因為是全揚基督的福音, 那些人,當跑的路已經跑過了,到目的地位也沒有告訴你,但最重要的是最後這一句,該守的路已經守住了, 我們堅持民主人權信念的人,都是要堅持我的信念,其實應該堅持,因為它死了,不堅持我的信念 你怎樣持守這個信念,這才是最重要的,所以我自己其實,經常都是這樣想的, 當我遇到很多困難的時候,我就是這樣想的,在我們過去這十幾二十年,在電視時, 在罵人的時候,其實自己都會在想的,你得罪那些全部都有權有勢的人, 有只會一聽被人教你,所以你一定要有個心理準備, 今時今日我們社會民主連線主張抗爭,我們都會付出代價, 我們有十幾單官司在身,下個星期我們又要上評, 這個民間電代的非法廣播,我們要上評, 長寶有單習警案又要宣判,最近奉冰德判了十五個星期, 他又行,跟警察中中,現在香港政府已經開始用這些手段, 來對付一些異議人士,很明顯的,我們必須有這種很堅定的信點, 你要付出代價,不能撥摸,不能給你親身, 像我們昨天在立法會,我們三個人先後對著這個林瑞倫,破口大罵, 我們要付出代價,我們被立法會主席趕我們出門口, 我跟記者說,他是趕一個政黨出議事聽, 他是剝奪了十五萬三千個投票給我們人的政治權利,在昨天, 我說我們一定反抗,下一局再來, 扔完招,現在不扔鞋,因為有人扔過, 你們就是抗爭, 有些人未必同意我們這種抗爭, 所以羅乃圈女士說耶穌會這樣做, 我說耶穌為何不會這樣做, 耶穌基本上一直以來都在抗爭, 在他在世的時候, 為不宜抗爭, 為公義奮鬥,針對不宜抗爭, 這是很清楚的, 你不讀聖經嗎? 耶穌為何會被人盯十字架? 給何人盯十字架? 為何會被人盯十字架? 在世俗的說法, 當然我們聖經的說法, 當然是被敵權主義者盯十字架, 但是這個盯十字架是一個舊屬來的, OK? 我們沒有那麼偉大, 我要坐牢是一種舊屬, 我也沒有那麼偉大, 我也不想去坐牢, 不想去坐牢, 沒有辦法, 你可以選擇不坐牢, 是的, 我也想選擇不坐牢, 但是我如果要跟他對抗, 就不能不選擇去坐牢, 是吧? 當年甘地也是, 他當然選擇去坐牢, 他還呼籲坐滿了這些監衝, 是吧? 我又不用暴力, 我又不能搞革命, 於是他用一種不合作的運動, 他用這種所謂公民國命, 馬丁路德金都是這樣, 馬丁路德金是海人, 馬丁路德金是一個牧師, 他那個基督教的精神去抗爭, 在五、六十年代的美國, 今時今日奧巴馬都做總統呢? 沒有馬丁路德金五、六十年代的抗爭, 會不會有今時今日奧巴馬做總統呢? 請問, 沒有林肯的解放黑奴運動, 沒有馬丁路德金的, 所謂為黑人爭取平權運動, 會不會有今時今日, 一個非洲裔的人做總統呢? 請問, 美國有很多地方, 即是, 美國政府有很多所謂都是有問題的, 美國總統在戰後, 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 一鞋不如一鞋, 但國家是一天比一天強大, 因為他有很多腸子救命的制度, 他是信神不信的, in God we trust, 所有的殿章制度, 是建基於對人的不信感, 因為人會犯罪, 所有制度的設計, 是建基於對人的不信感, 人是靠不住的, 所以靠著制度, 所以權力要制限, 權力要分離, 這些所謂地上的權力, 在世上有權兵的人, 是吧? 他的權兵, 是來自上帝, 是吧? 但是他要分離的, 這個是上帝, 都是很巧妙的安排, 你有這種制度, 權力是要分離的, 因為人有權力, 如果這種權力, 我會節制, 如果這種權力被濫用, 如果這種權力, 沒有一個界線, 這種權力, 是會違海的, 我們給予一個人, 賦予一個人或機構,